女孩是灵力超强无助师 师傅养她到17岁 忽然宣布破产 莫烟 你长大了 养不起你了 努力去把抚养飞赚回来吧 说完 这不靠谱的师傅 便给她认了个S家的驱鬼任务 让她赶紧出去赚钱 百莫烟乐呵呵地接受任务 碗头就往酒吧跑 还以惊人的速度 喝倒了一片壮汗 看热闹的都惊呆了 店家老头更是气得肝疼 这姑娘看着柔柔弱弱 怎么喝酒 却像个山野莽夫般海洋 老板 不够喝啊 继续上酒啊 阿烟豪爽喊着 店家老头却赶忙叫停 够了够了 姑娘你 你咱别喝了好吗 你什么你 说好了谁喝到最后谁赢 你应该不会是赌不起吧 店家背怼的敢怒不敢言 秒便阴阴往头 再这般下去 这酒肆怕不是被你喝关门了 百莫烟却不以为意 那既然如此 就如约把那孩子放了吧 不行 他爹在我这里 收了几百两酒钱 现在不知道多难了 我的钱找谁要 啥 找不到爹酒榜娃 这娃能给你变出几百两吗 百莫烟这暴脾气 今天跟店老头杠上了 老头不甘示弱 反正 他那个酒鬼爹也不要他了 我卖了他回点本 劝姑娘少管闲事 哼 本想友好交流 谁知老板 竟是言而无信之徒 既如此 那我也 没必要再客气了 见他要拔刀相向 老头连忙求饶 姑娘息怒 当当是气话 气话了 我现在马上放人 阿烟随即扔给老头一钱带 这孩子我就带走了 就此别过 买卖孩子是不对的 不过你也比较倒霉 钱不多 你就拿着吧 算是我喝了你的酒钱 救下小鬼头后 百莫烟继续前进 打听凌空村要怎么走 小鬼头好奇 去那里做什么 那里可是偏远荒村啊 很不吉利 百莫烟听到不吉利 反而更兴奋 说自己是去探亲的 小鬼头吓死 啊 骗人 那里只剩下八百里坟地了 怎么可能有亲戚住在那里 好吧 我其实是去那里超度亡魂 小鬼头半信半疑 去凌空村 要穿过南边的山林 就算是会唱诵 祝词驱鬼的女巫 也得等到明早再出发吧 他提醒道 毕竟南边的山林 夜里不太安全 经常有人在那里失踪 听人说 那里有吃人的鬼物 有鬼物啊 阿烟一脸期待 那更要走夜路瞧瞧了 于是 他赶夜闯进南边山林 这路不好走 他边走边坐标记 转了数圈后 还是给自己绕晕了 此时 酒精的后劲开始发作 他胃里翻江倒海 眼前的树木扭曲变形 只听有鬼物发声 看来是个傻子 等他醉倒了再吃掉它 刚好烟入味了 原来如此 想趁我熟睡后狗偷袭 真讨厌 我最讨厌 趁人之危的家伙了 人家好不容易醉一次 就要欺负人家 阿烟故作娇称 随即一遇而起 拔出长刀 朝声音的方向劈去 刀剑出鞘的瞬间 强大的灵力震煞了那些鬼物 一个低级的鬼物树精 惊惊地喊道 呀 他发现我们了 呀 是传说中的虚实劲刀 我们完了 碰上无助师了 快逃 哗啦一声 树妖们全下烤了 眼前便出现了一条康庄大盗 阿烟打着酒格 醉熏熏的 好想哭 但他想到任务没完成 就没钱拿了 还是快些赶路吧 忽然他嗅到烤肉的香气 附近有人在烤肉 听师父说 吃东西可以解酒 他便顺着味寻去 是他们在吃肉啊 还有昏教啊 看来是取亲的队伍 肚肥的阿烟 决定混入其中 蹭吃蹭喝 他上前面不改色的搭讪 嗨 我是你们的好友阿烟呀 吃烤肉 竟然也不叫上我 但对方无人应答 他黑黑一笑 既然不吭声 那我就当莫许了 于是毫不客气的卢串 正吃的欢快 来人走近 阿烟算是明白了 是指人 他笑嘻嘻道 原来是送亲的抬轿大哥呀 一路上很辛苦吧 需不需要我帮忙 大哥们化的妆容 真喜庆啊 大哥一起吃啊 我一个人训多没意思 哎对了 新娘呢 他吃过了吗 需不需要我给他送些 干脆我叫他出来 一起吃好了 而轿子里 一只手伸出施展法术 阿烟顿时头晕目眩 眼前一黑 远昏睡过去 俩只人在阿烟身上 搜刮钱财正欢 忽然一脸见鬼了的表情 大喊着鬼啊 迅速逃窜 死了吗 迷糊中 阿烟听到有人叫他 他含糊硬了声 男人声音冷淡 原来是个酒虫 阿烟不服 我才没醉 别打扰我睡觉 快走开 说着又干呕起来 男人询问 你见过什么奇怪的人吗 奇怪的人 比如你吗 我刚才和两位大哥 吃了烤肉就 睡着了 说着嘴巴里掉出一片红纸 男人拿起红纸戏砍 不经调侃 所以你喜欢吃这玩意 阿烟凑近砍 哎 红红纸 我不是在吃烤肉吗 男人晃了晃红纸 这该不会就是你吃了烤肉吧 真行 一个人夜闯森林 也敢乱吃东西 听他这么一说 阿烟突然感觉更恶心了 一个没忍住 哗啦吐了男人一声 男人生气要走 却被阿烟拉住 坚持要给他拖光光 找个河边 给他洗洗 他一把 置住阿烟的手 好了 你就待在这里 等酒醒后赶紧离开 阿烟的脸 撞在了男人胸口 你怎么和骨头架子似的 个得很 突然 他感觉不对劲 这人好像没有心跳声 也就是说 他是鬼物 阿烟的毛子 瞬间变得清零 清醒的不能再醒 他身上鬼物的气味很微弱 被隐藏得很好 不仔细确认的话 会被骗 阿烟不动声色的后退 目光如刃 锐利的审视着这个白 大意了 真是喝酒误实 不过 也不像害人的鬼物 能把气息掩藏到这种程度 应该不是普通的低级鬼物 很强 男人看他一脸警惕 这回应该清醒 刚才和你吃烤肉的是谁 看起来可疑吗 阿烟紧握进刀 根本没在听 鬼物很会捕获人类 他准备先测试男人的实力 喂 你在听我说话吗 只听刷的一下刀光出鞘 男人震惊之余 身体已被挡刀刺穿 阿烟冷声滞 鬼物 你有什么目的 莫名其妙被捅刀 男人生气了 看着面前人毫无反应 阿烟着实意外 即使鬼物 为何禁刀对你没有作用 原来如此 这就是传说中的虚实禁刀 此刀用某人的血肉铸成 仅能对鬼物造成伤害 对活人无效 静落在你手中 想不到你是巫柱师 阿烟诧异 这鬼物知道的情报 也太多了吧 眼看男人在靠近 他一秒变怂 紧张得不行 你到底是谁 你别靠这么近啊 男人逼近一步 沉声道 你无需知道我是谁 只需知道这个刀被我不用 另外 我只需动动手指 你的存在就会消失无踪 男人随手释放灵力 那股强大的压制力 让阿烟内心一阵振战 这个鬼物 比他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就在这时 一阵神秘的乐声响起 伴随着高亢的宣告声 此时已到 音乐音日音时 奏乐 喜娘驾到 功名新郎 阿烟心中一动 难道是刚刚的迎亲队伍 那新郎 莫非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 阿烟注视着教中的新娘 完蛋了 又一个鬼物 又一个鬼物 遇到个打不过的鬼物帅男就算了 又来了个美艳鬼物新娘 一个新郎 一个新娘 他俩是一对 自己岂不是要凉凉 只听新娘开口道 夫君 从你我被姻缘咒 束呼那日起 便一直寻你 寻了三载 惊得出见 他抬眼看向男人 嘴角勾起一丝鬼笑 想不到 虽是鬼物 道声的玉树临风啊 然而 两人仅相视一眼 男人胸口的咒印突然发作 整个人看上去异常痛苦 原来重阴原咒的两人对视 会被下咒人的诅咒操控 咒印会不断灼烧心脏 痛不欲生 新娘继续道 你我能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但你一直在躲着我 若不是这咒力 使得你的力量日趋衰弱 恐怕我是永远无法抓到你 说着 他的手近乎受控制的 摸上男人的脸 两人顿时感到羞愤难当 某人却目光炯炯 看得津津有味 男人辞了一声 伸手扯下阿燕的发带 蒙住了双眼 阿燕气急败坏 把发带还我 暂且借我一用 男人虚弱的声音透着无奈 阿燕发现他的胸口 咒印越发清晰 形似盛开的桃花 原来因缘咒掌这样 男人对新娘说道 我与你的纠葛 的确应该做个了断 想要解咒 没有牺牲 是不可能的 看来我们想的一样 夫君 我们之中 必须有一个彻底消失 两鬼开始打架 阿燕前排看戏 他们打架的样子 像是在跳双人舞 果然是中了咒术的原因 想着开溜 可他的劲刀 还在某人身上插着 看半天的阿燕 实在忍不住 便上前阻拦 你俩别打了 想想就知道 因缘咒肯定不会让一方 轻易杀死另一方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倒不如找个 擅长咒术的巫柱师 帮你们解咒 哼 说得轻巧 这咒不是普通的巫柱师 可以解开的 新娘轻挑起阿燕的下巴 仔细瞧 本以为是个矛头小子 没想到是个可爱的小姑娘 古灵精怪的 深得我意 这距离近的有点犯规 阿燕这眼狗 不由脸红心跳 情不自禁的感叹 好美 新娘低笑着在耳边蛊惑 男人自私自大又胆怯 不如跟我走吧 阿燕正饭花痴 身后男人赶忙将她雇主 生怕她被诱惑 红安 你我的事 与此人无关 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你若想找第三方除掉我 别找她 与她无关 哦 你这么好心 据我所知 阴阳秩序观 不能杀害人类 对吧 她可以替我解决你 那么阴缘咒就解开了 小姑娘 你刚才是想用刀 让她消失吧 我的力量可以借给你哦 阿燕解释 自己没想这么做 那就别凑热闹 快离开 男人刷的拽着她就跑 无需和她解释 她只是想让你除掉我 既然你不想动手 那么她也会杀了你 小妹妹 没想到你会与她联手 看来我不得不先针对你 红安将灵力聚集在掌心 那眼眸冷力且脚霞 如果你不想被我杀掉的话 就努力去消灭她吧 她无法杀害人类哦 随着一声轰鸣 两人被红安的灵力震飞 震得这么老远 阿燕只是脸有点痛 身上却没事 原来是某人护住了她 还给她当肉盾 她低头仔细瞧着身下正昏迷的男人 想不到她长得还怪好看的 男人还在昏迷不醒 女孩却趴在她身上 两眼泛光 贪婪着男人颜值 原来她是阴阳秩序官 之前听师傅提到过 没想竟能亲眼见到 阿燕禁锢着看脸 都忘了男人身上 还插着她的虚实镜刀 镜刀插进身体 只有主人才能拔出 阿燕拔刀瞬间 男人的一滴血 顺着刀身流淌 竟钻入她的手心 阿燕惊讶 这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从我身上起来吗 男人醒了 脸色却透着疲倦 阿燕伸手捧住她的脸 我说 你能不能态度好一点啊 我还想和你好好相处呢 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 让男人脸颊微微发烫 虹虹紧缩 阿燕却开始恶作剧地 揉捏她的脸 好好玩 男人无措地憋过脸 你 你一个女孩子 坐在男人身上 像什么样的 赶紧让开 哈 这是什么老土发言 阿燕没想到 这人还能这么娇羞 随即一个翻身 便将男人扑倒 她故作夸张地咽着口水 放肆地摸着她的胸肌 够了 简直忍无可忍 男人碰了一拳 手中的虚实镜刀 念动咒语 镜花水月 皆为空患 浩天网急 网俩进退 镜刀指路 随即 前方路障通通避开 为她指明了一条道路 走了 不见 带女孩走远 作为阴阳秩序观 也要办正事 她刚才醒来 就察觉周围深处 有股恶心的味道 在源源不断地蔓延 寻着味道 男人到了一处 尸骨堆积 充满恶意的地方 而另一边 阿燕也到了一处 充斥着不祥气息之地 是怨念所化的恶意 她手持镜刀 斩杀这些恶意滚碎 暗自私存 怪不得这任务 没有误助师肯接手 原来这里恶意邪碎 如此之多 很怕 要在这儿待上的两天了 她敏捷的闪避退后 是不慎撞到了一个结实的身体 又是你 两人一口同声 气氛顿时电光火时 你一直在跟踪我 笑话 古奶奶可没心情跟踪你 我本来就要到这里 凌洪村 虽然称作村 但遍地枯骨 诡异至极 男人质疑 一个女孩 只身一人 竟敢来到此地 超度亡灵 不要小瞧我 我的师父 可是超牛的乌助师 提到师父的厉害 那可是常人所不能及 如果是他的话 应该能解除你们身上的因缘咒 而且我师父很奇特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 师父他没有变老 听一些前辈说 他至少是爷爷辈 两人到了坟场中心 阿烟要化镇 不能被干扰 男人则退到远处 他想着 人没有变老 听起来像是使用了镜水 如果真如此 说不定能解开因缘咒 女孩灵力这么强 所以他的师父 才放心 让他独自历练的吧 阿烟开始做法证 将镜刀插入镇眼中心 突然 他的手心竟渗出一股血 沾染了镜刀 周边恶意气息 瞬间变得异常躁动 阿烟心中暗自糟糕 他感觉到 自己现在不仅无法镇压这些邪碎 甚至正被自己的咒印反噬 这种情况 他从未遇到过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 是因为刚才沾到了他的血 男人大声提醒 快把镜刀拔出来 可阿烟已经力不从心 他喷洒出一抹心头血 这具身体已沉重到无法动弹 任由恶意包围 将他吞噬于黑暗 我是 怎么了 不祥之子 别看他眼睛 会招来恶誉 整个村子因他而遭殃 他是个带着诅咒出生的 快把他送上祭坛 他无爹娘 村民收养他 他却招来了恶鬼 一夜间 除了他 所有村民被恶鬼屠杀殆尽 别靠近他 敲击着灵魂 邪恶的幽灵 被铁锁牢牢捆绑树部 瞬间消散于无形 一位男子撑着骨骨流伞 步履稳健 从容走来 那把伞面下 仿佛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坚韧铁锁 掌控着一切的力量 清醒啊 男人声音冷 但却有力 阿烟抬头 男人说道 这里的怨魂都因我的血癫狂起来 不要被吞噬了 谢谢你救了我 阿烟笑着道谢 眼中却略过一丝哀伤 受到恶意的影响 被迫唤起了他 尘封已久无关紧要的过往 忽然 一滴鲜血悄然滴落在他眉心 阿烟愕然 仰头看 男人的双眼 竟在气血 他却淡淡说着 无爱 这里恶意太重 我也受了影响 并女孩沾染了男人的一滴血 竟唤醒无数恶灵怨魂 未知癫狂 欲将女孩吞噬殆尽 忽然 一阵激荡的锁链声响 划破了死寂 邪恶的幽灵 然而 渊源不断的恶灵 也让男人的力量迅速衰弱 阿烟看到他双眼气息 不禁感到一阵心惊 尸体和怨魂不断涌来 男人沉声道 我们被包围了 躲到后面去 这些不是你能解决的 你死在我眼前会很麻烦 阿烟惊叹 你的血境能引起这么大动荡 这些鬼物怨魂都是冲着你来的 你还中了阴缘咒 红安会不会也受了影响 你说的没错 红安 他带着仇恨来寻我 看到红安变得如此巨大恐怖 阿烟不禁胆颤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等级越低的鬼物 越容易被恶意影响 红安本身级别不高 但因与我已皱相连 从而灵力变强了 他强大的灵力 不断地吸附着怨灵 却无法控制他 他现在的模样 就是暴走状态 身上的每一张脸 都代表绝望和呐喊 杀了他 由你来 男人语气冷利而决绝 阿烟惊恶不已 让我去对付这么一个暴走鬼物 我怎么能做到 吞噬周遭的一切 不然巨石砸落 男人迅速扑着阿烟 却划伤血肉 声音也变得虚脱 因为阴元咒 我杀不了他 他即使变成了这样 还是会受到影响 与我结合 很快 我会成为他的一部分 你这个爱事的人类 我护你到最后 姑且完成了 我身为阴阳秩序观的使命 你刚才说 鬼物会陷入生前最痛苦的诅咒中 阿烟问 如果我进入巨物合成体的内部 找到红安的本体呢 如果红安能被唤醒呢 你该不会想 反正横竖都是死 不如再赌一把 阿烟从他臂弯钻过 男人定住这个冒失的家伙 将其半满入怀 看着我的眼睛 看到了什么 阿烟从那气血的眼睛深处 看到一片血色 不经颤身问 那些是什么啊 我打开了你的灵盒 你将被怨魂视为同类 从而减少对你的伤害 去吧 昏入怨魂中 得到红安的信任 他会让你知道 他生前的记忆 这是唯一的方法 你的话应该能做到 你的眼睛真的没问题吗 使用能力就会流血了 阿烟满眼担忧 害怕吗 男人抓起阿烟的手腕 目光柔和 你害怕吗 阿烟仿佛看到 男人在温柔地笑 不会一直流血的 男人无力地松开了手 低难着 也不要害怕 只不过 会说完 他便无意识地 抖了下去 阿烟顿时惊慌失措 呼喊着 你是不会消失的 对吧 红安来了 嘶吼着将他卷走 他心中暗道糟糕 劲刀还插在地上 与此同时 男人在虚弱中 陷入了回忆 自己正在被审判 如死后 血肉助灵气 以阵磨 灵魂坠阴阳 以赎罪 以罪人之血肉灵魂 护人间万事 怨辱之足 他缓缓睁眼 眼前是一片黑暗 他猜想 自己应该是被红安吞噬了 只见恶意的獠牙 肆意煽动他心底的怨恨 你憎恨人类 又必须保护他们 他们畏惧你的强大 联合起来 让你变成了鬼物 为何不复仇 让他们全部毁灭 将他拉住 你没事吧 多亏了你 打开我的灵盒 我现在感觉很好 好像体内阴暗的情绪 全部不见了 而且 我似乎能理解怨魂的想法 哦 挺好 男人正看着自己 被拉过的手出神 阿烟突然凑近 再次搭上男人的手 强迫他仰头看着自己 我已经锁定了 红安本体的位置 你在这里等我 一会儿救你出去 我看你好像不太妙 别被影响了 我要去找红安了 在离开之前 能不能问你的名字 你有吗 一芒军 活着回来啊